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今天的这支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个超级实用 且大家敲碗已久的代理服务深度评测 我们要评测的主角就是这里可以加入代理服务的名称 例如Proxio 原名叫Proxio,现在叫GUNX 是一家提供优质的服务的平台 但这不会是一个普通的评测 我将会带着大家完成一个从零到一 史上最稳定的翻墙实战方案 首先我会亲自购买一个 并且配置一个最受期待的ISP代理 也就是网络服务供应商代理 接着我会部署一个我认为目前最稳定 最抗封锁的VPN机场服务 让它成为我的翻墙的骨干 最后我会把自建的免费机场 与高匿名的ISP代理结合起来 实际测试在墙内的真实网络环境下 这个组合能否提供急速稳定 且几乎不掉线的翻墙体验 如果你已经厌倦了不稳定的免费VPN 或者是频繁被封锁的机场线路 那么请你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影片 我会手把手教你如何打造一个 真正属于自己的人在墙内 也能安心使用的网络解决方案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给大家来评测 JUNX这款代理 大家可以记住JUNX代理 然后去尝试购买一个 或者评测一下 然后给大家来评测个 可以看到它的use case 它的使用实力比如说有你是要做instagram facebook tiktok的 deligram 你可以看到它deligtalk有 比如说这里面有tiktok的国家 你可以选择就是说你tiktok的内容是哪个国家的 比如说这里面有 尔美尼或者是澳洲 比利时 然后巴西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一个 IP的代理是30天的话 它是1.65美金 其实这价格非常便宜 然后你可以看到有30天 7天 14天 三个月 然后半年一年的 然后一年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也只是18美金 也非常便宜 大家如果不相信的话 可以就是购买一个月的 这里面我给大家来评测 就是说我购买ISP代理的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SP代理 它有以下国家 比如说有奥地利了 以色列了 新加坡 巴西 意大利 然后南韩 这里面我给大家来就是购买一个 比如说我购买哪个国家呢 我这里面我已经 我在AIA生成一个 一面大家会认为我是提前布置好的 然后我让它给我生成一个国家吧 它以下是一个随机生成的国家名称加拿大 OK 那我给大家这样的话 我给大家来部署一个加拿大的加拿大的代理 然后就购买一个加拿大的代理加拿大代理 它是我购买ISP 它是有加拿大的 你可以看到它加拿大的吧 然后我们这里有购买一个 我买一个 比如说买个七天的吧 七天的话 因为我这里面是评测 因为我本人我并不用加拿大的这个IP 所以说我并没有购买一个月 我这样给大家做个示范 购买一个加拿大的 然后可以看到它这个使用 目的是什么 social media 我可以看到social media 那我要是做什么tiktok 我就可以选择tiktok 然后这里面七天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支付方式 因为我这里面我自己已经充值了 我可以用我的余额去充值 然后大家可以用我的这个applicode 我这个applicode就是 我会在那个评论区留言 然后大家可以使用这个promo code 让我们来支付一下 然后它这个验证方式是密码 用户名密码还是静态IP 让我们选择用户名密码 我们这里点击 配完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的说 你的order已经就是支付成功了 那我们需要返回到我们这个个人的账户 然后我们选择我们这个ISP order 这个order我们来刷新一下 你可以看到刷新成功之后 它的IP是85.255.181.249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IP 它是哪儿的 就说它这个IP 我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IP是加拿大吧 你看国家加拿大 然后的ISP是这个名称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不是机房的IP 这个IP还是比较靠谱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 就是它这个IP 这个期价值多少 我们来人机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也是非常low的 lowest risk 就是失忆值也是非常比较低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也非常好 然后我们来使用这个IP 那怎么使用呢 我们来返回到我们这个 这个IP 我们将这个IP拷费下来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如果是htps的话 它这个port是59100 然后如果是sux file的话是59101 然后今天要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个这个 这款MP是否好用呢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sat rocket 因为我这里面本机是这个在MacBook上去展示的 大家如果是安卓 比如说安卓手机的话 需要下载一个VG2ray这个软体 然后去下载 然后连接使用这么给大家添加一个添加一个比如说添加一个sux file 大家不用担心sux file在墙内会使用不了 我会在自己部署一个免费的机场 这个机场是史上最稳定的机场 然后我们通过的机场去连这个sux file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如果大家想感兴就可以一直看我这个影片 然后这个IP是85.25.181.249 然后pull的是什么呢pull的是5910159101 然后优惠名的优惠名是我的名称就是吹东飞 再不说吹东飞 然后密码是这个我将这个拷贝下来 然后然后我们点击save save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加拿大的过期是吧 要点击这个连接 如果这么连接的话 如果要是人在海外的话就是除了墙的以外的话 他都可以使用的就不用担心 然后那墙的话有可能会能使用 但是我不敢确定啊 你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这里 比如说我的IP那里 你可以看到我等待了大约是几分钟之后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已经可以生成了 比如说你看我的IP是哪里的 你可以看到我的IP是85.255.181.249 这就是我刚刚在GONX上购买的ISP 你可以看到我刷新一下 这就是我刚才在那个GONX上买的 你可以看85.255.181.249 这就是我的一个IP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代理可以使用了 就可以比如说可以使用tiktok了 比如说在加拿大了 但是人要是在墙内的话 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 为什么行不通 因为那个Soxfile 就是基本上就是八成是会被强的 而被强怎么办呢 被强的话 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机场 而不是免费的机场 这里面我今天这影片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个 就是自己部署免费的机场 然后而且是史上最强的 而且是专事位勉强的就是这个代品 这里面给大家来介绍就是在AWS上去部署一个自己的那个免费的就是最稳定的机场 这里面可以看到这是我的AWS 大家如果没有AWS可以去注册一个 然后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区域 你看右上角有个区域吗 我们需要选择加拿大 为什么选择加拿大呢 因为我这个给大家来展示的这个目的国就是加拿大 然后我们需要将那个代理线关掉 然后我们来返回到这个AWS上 然后我们需要来进入这个加拿大 加拿大是在哪呢 我看看这里面有个Central 你可以看到我们选择这个 然后我给大家来在加拿大上部署一个这个EC图 我们需要选择EC图EC图之后 我们需要选择一个launch instance 你看能看到就是部署一个实例 然后这里面选择Ubuntu系统 大家你可以看到跟我一步一步操作 就可以部署自己的一个市场最稳定的机场 这里面我们选择t3.micro 因为它预设的是t3.micro 你可以看到它是free tier 就代表如果你是AWS的用户第一年的话 它这个是免费的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 你可以看到它是2CPU 然后1GB 然后我们都不需要动 这里面我们需要创建一个key 如果没有key的话需要创建key 这里面我看有没有key 有一个key的话就是我们创建一个key 比如说我们选择perm 然后比如说ca就是看拿大 然后我们点击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其实我 毕竟能连那个使用 然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我都不需要动 这里面一会我会返回到这个network上去page 开启几个port 这里面都不需要动 我们点击launch instance launch instance之后呢 我们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这里面 比如说我购买ip嘛 就比如说购买的这个 你可以看到它有购买的一个代理 那我它这里面有提供ipv4代理 以及ipv6代理 以及isp代理一个以及行动代理 就是mobile代理 还有个是这个resident的就是住宅代理 那我们应该怎么使用呢 就许多人听过就通过代理商以及其扩展过程中的实用性 但并不熟悉这些术语 因此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选择适合的代理 有的时候可能会随意选择 作为一家就是代理提供代理多年的提供商 如果你想获得某些结果就是这个代理 它有几点建议可以帮你去做出正确的选择 你可以看到代理它有几种类型 比如说ipv4代理 ipv4代理就是一个第一个被所有网站服务和城市广泛支援的代理版本 它具有全球范围内的数量限制 价格合理稳定性和高度匿名性 然而不正当行为可能会导致拥有某个ip的整个子网络或网络被封锁 然后ipv6是一种新型代理 最终将被取代 最终将取代ipv4 并非所有网站和城市都支援ipv4 因此你需要在购买前确认 所以说ipv4价格低 然后匿名性非常高 但一些服务商对此代理保持有怀疑态度 他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自动阻止此类ip的存取 然后ISP代理就类似于住宅代理了 是一个ISP提供真实的ip地址 并记录在区域网络注册机构的资料库中 这与资料中心关联的伺服器代理城市不同 住宅代理城市是由网络提供商直接发放的私有地址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行动代理 行动代理是一种类似于ipv4的住宅代理 不同之处在于任何网站服务或城市都会将识别为真实用户 因此ip地址分配给了真实的行动运营商 因此他们无法采取任何类型的阻止措施 来自同一行动电信商的同一国家或地区的真实使用者 使用的相同ip地址 与之前的类型相比 他们的成本高 运作稳定 且匿名性高 这种代理的特点是 每次设备重新启动 按时间或通过链接发出请求时 ip地址都会发生变化 只需要购买ip地址 你就可以使用整个行动电信商时 购买此类代理时 你无需重新启动手机或电脑 因此系统会在指定时间为你转换链接发送请求时 自动完成一次重新启动 购买时可选择转换 所有的类型都支持https以及sox file协定 所以就是说大家如果想要静谈ip的话 这个行动代理就是无法实现了 大家可以直接购买ISP或者IPV6或者IPV4 大家如果要是想我任意世界上任一个国家或地区 或者甚至是某个运营商的话选取的话 大家推荐大家选择住宅代理 住宅代理就比如说我想选择马来西亚的 然后城市吉隆普 然后吉隆普具体是哪个运营商 我也可以选择 那就选择代理 这个就范围非常非常的广 但是它是需要按流量收取的 大家如果不在乎的话 大家可以直接选择IPV4或者IPV6或者ISP或者是mobile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返回到instance 然后我们点击连接instance 然后我们点击预设的Ubuntu连接 大家我首先我来看见它IP是哪的 IP是我在AWS上加拿大的一个创建的 我们来选择看IP是哪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IP是IT Center 就是基法的IP是国家的加拿大 然后IP干不干净呢 我看看其实IP干不干净无所谓 因为IP最终我们用的不是IP 我们用的是代理的IP 我们来看下的IP的IP 我感觉它值应该非常高 IP值第5也很好 然后我们来返回的EC2 EC2就是我一会在EC2上去部署机场 然后点击链接 点击链接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是进入Ubuntu系统了 然后我们需要点击速度 然后大使I 然后点击Return 你可以看到它是进入Root了 那我们怎么部署史上最稳的机场呢 我们来返回到我这个项目 然后我们来去将拷贝下来 这个命令 这个命呢 需要在终端机上执行 这命令我会放到我的留言区 那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点击拷贝来暂停 然后点击Return Return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就帮我们部署这个脚本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有1是安装 2是任意组合安装 那我们这里面选择2 大家跟我一步一步操作 然后我们选择Return 然后请选择 那我们选择1X3Core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 Less前置 默认安装0 无域名安装Reality 只需要选择7几个 那我们选择7 这里面不需要域名 我们点击Return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帮我们安装过程中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帮我们到第9步 让我们选择回车随机几个 然后用户名也是Return随机 然后这个Port 我们需要输入一个 比如说你看随机 它随机是1万到3万 那我们来个随机的 让它Return 你可以看到它是19867 这个我们需要记住 一会我们需要开启这个Port 然后回车随机域名 默认端口是443 那我们Return 然后Priorate Key 我们随机生成一个 可以看到它生成的这个 然后我们来 这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选择第一个QR2码 然后我们需要将拷贝下来 因为QR2码 我们一会需要用到 然后我们需要新开启一个Vibe 然后我们点击Return 你看到它这个QR2码吗 而这个QR2码 我们怎么连接呢 我们最好首先我们用手机去拍照 我们自己的本地手机拍照 然后我们来展示给屏幕 然后我们来需要点击刷的Rocket 是吧 然后我们需要打开这个 你可以看到这有个QR2码 扫码 然后需要将手机的QR2码扫进去 扫进去 你可以看到它第一个加拿大码 这就是我们这个机场 这个免费机场 这个机场是独享的 就是我不和于我这个机场 就是我不与任何人去共享 只是我自己有自己的私有机场 然后速度也非常快 那我们来点击这个机场 然后我们点击连接一下 看到看到 我们点击连接之后 我们现在连接这个机场了 连接场之后 我们现在是用不了的 为什么用不了呢 我因为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 我们需要连接开启这个port的端口 然后我们怎么连接呢 我们需要进入这个instance id 然后我们需要进入这个security security之后 然后我们需要选择这个inbound rules outbound rules 然后这里面我们需要点击 就是这个security group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有个inbound rules 是不是 它预设的是22 因为22是我们需要是ssh协议的 我们需要连接的 然后直接点击edit 然后我们需要添加几个port 需要哪个port呢 我们需要开一个8080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第一个0000 我们再添加一个44343 也需要开启的 然后我们还需要添加一个 还需要添加哪个呢 就需要添加 刚刚他帮我们分配好的 port的随机 port是19867 这个需要我们开启 然后我们点击19867 然后大家毕竟你的是19867 就需要看你自己的一个配置了 然后点击save rules 现在我们就可以连接了 那我们来来评测一下 我们来比如说进入这个 这个shadowrocket是吧 然后我们来最后我们再连接一下 最后连接之后 然后我们来看下 它怎能够使用呢 我们最回来 来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port is my ip 你可以看到它ip变成了15.156.193.148 然后它这个icp是Amazon data 服务中心嘛 然后它这个服务是data center 就是资料中心 然后它这个国家是Canada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代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速度怎么样 这个机 这个就是免费的机场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speed test 你可以看到它跑到了大概是50度将近60 因为我本地的一个就是带宽就不是很快 所以说它取决于本地的带宽 但是你看你看到它这个其实速度还是OK 没有问题 比如说下载速度和上传速度都超过了60 其实也是非常棒的 然后因为它这个速度是取决于什么呢 它这个速度是取决于你这个instance 这个实力的这个type 比如说如果你这个type越高的话 它这个网速是越快的 因为我这里面给大家来展示的这个免费的嘛 所以说的带宽它稍微小一些啊 这里面我们需要关掉 大家可能会问 那怎么这个两者一起使用呢 这就需要我将这个我购买 我在这个geo nx 就是proxy seo上购买的一个代理 去连接这个机场 那我们怎么使用 我们需要进入这个我在购买的一个代理上 然后我们需要选择这个proxy path 好这里面我们勾选这个就是这个机场 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就可以使用 连接使用了 如果人在墙内的话 那这回我再来点击一下 然后我们来这回再来看一下 看一下它这个 比如说我的ip是哪里的 我们再刷新一下 最后ip它肯定会变成了 就是我在geo nx购买的代理 比如说85.255.181.249 那这样的话 那我今天你可以看到我这影片 就给大家来评测 你们来看一下tiktok 那么比如说我来去进入一个tiktok 我们来给大家来看一下tiktok 那可以看到它这个tiktok进入了 然后我来给大家看tiktok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是这个tiktok 你可以看到通过这个机场和代理 然后我们来跳过 你可以看到它一个就是加拿大的一个代理 怎么都擦边内容了 怎么 然后你可以看到 你看到速度还是ok 没有问题 是吧 这就是这个加拿大的这个tiktok ip 你可以看到非常好 你看是不是它的速度ok 没有问题 你可以看到 大家就是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订阅或者是点赞 然后如果有任何问题 大家可以就是在留言区评论 然后我会给大家答复的 大家可以通过我的链接去使用 去购买代理去尝试一下 那好了 那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